好,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假设我有个orbital的magnetic moment 有一个是spin的moment 这两个有没有可能couple起来 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couple的问题呢 对一个电子而言 我们先画几个简单的图来看看 假设这是原子核 电子在外头绕 它这样绕 所以第一件事情 电子有自己的spin 电子有自己的spin 那这个orbital呢 它电子在这边绕的时候呢 它也会有个 orbital的magnetic moment 这两个 会不会couple前 那我们怎么来思考 它是如何couple 最简单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任何东西作用 一定要作用在同样一个地方嘛 它才会作用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来思考 因为我电子的spin 电子的spin moment 本来就是intrinsic 它就会存在我自己 所以假设我的眼光呢 回到把电子当作正当中 好像我是电子 然后我好像我是地球 然后呢 我地球绕着太阳再转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晓得 我绕着太阳再转了 我觉得太阳绕着我再转 所以是不是我就可以画出一个 鬼愚蠢 我还是这样子转 想想他也是这样绕着我转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那因为我原子核本身是带阵电啊 所以这样子一旋转的时候呢 是不是他会制造一个怎么样 制造一个moment 好像一个磁场一样 它会在我这边产生一个 一个磁场的一个diple 再加上我自己的spin 都在同一个位置 这样就可以有交互作用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来思考 假设可以这样来思考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计算 OK 开始来计算 那这边呢 我要请大家呢 回家去看一个地方 Homework Sorry Thomas Procession 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OK 这个是大家的简单的Homework 好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会受到一些作用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呢 我会有一个potential energy 给大家看看 什么钟 给大家看 OK 我们就会有这个potential energy 产生 这个纯粹是因为 我原子核绕着我自己本身在旋转 绕着电子在旋转 所产生的 的这个磁场 OK 它磁矩所产生的磁场 跟我spin本身的磁矩作用 而得到了一个energy OK 那这里面呢 有很重要的一个几个地方 就是说 从这个眼光来看 坐标是以电子当作的res-frame 但事实上呢 我们在处理整个原子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原子核当作res-frame 所以你必须转换过去再转换回来 会有差一个2的 分母会差一个2 这个你们呢 好好地来读这个部分 那各位呢 就可以把这个potential energy 把它算出来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看 假讨论呢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一个问题 if the electric field 假设呢 在这个原子系统里头呢 它是中心立场的 的系统 的系统 而且呢 它一定要是spherical symmetry symmetry OK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f法 会等于partial v partial r OK 事实上这个就等于 -1e啊 OK 我们现在只是呢 想办法 记住我 我刚刚做的这些 只是想告诉你们 我的s跟我的l 一定会有交互作用 现在交互作用 从哪边开始思考起 我们就先从 最简单的 两个酷仑的 这个吸引力开始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v cross e OK 我们来看看 v cross e呢 会等于1分之1 partial v partial r v cross r OK v是速度 OK 然后呢 因为1啊 我们可以从这边来 1就是等于 这一大算 除以-1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 变成这个样子 这边我们继续计算下来 它会变成为 r分之1的 partial v partial r v cross r的 r的向量 记住这个是单位向量 所以我除以r呢 它就有大小 就变成r的向量 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这样子就是什么 看得到它angular momentum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angular momentum 就在这边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Omega l呢 我们就可以表达为什么 1的2m0c平方 v cross e 就可以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Lama frequency 对不对 好 那么它呢 就可以写成负的2m0平方c平方分之1 r分之1的partial v partial r的l 那么最后面 我们就可以把potential energy算出来 potential energy是什么 就等于负的2m0平方c平方分之1的r分之1 partial 1 partial r的l.s OK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ls coupling OK ls coupling 最后ls coupling呢 它的这个能量啊 for hydrogen at 2p state at 2p state 这个delta e2p呢 差不多很小 差不多是负四次方的eV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fine的一个structure OK 也就是说它一样会发生 OK 好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了 我们知道它会发生 它有发生的机会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假设这个已经不再是good quantum number 因为这边呢 它要求了 我要是这样子写呢 就代表呢 l跟s当中没有interaction 但假设有interaction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所以简单的做法呢 我们呢 就从一个地方来思考 是这样子写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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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空間上稍微畫一下 假設我們有個L 我畫兩組 OK,這麼一個L 然後呢,我有,這個是orbital 然後我有一個s,s是什麼 是electron,本身的spin 它spin的方向,不管怎麼樣 它要不是spin up,就是spin down 所以呢,我的s呢 它可以是,比如說是這樣 當然另外一個呢,就要這樣子 那這樣一來呢 它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要是這個樣子 我的z呢 我把它們兩個組合起來叫做z 或者是這個 叫做z OK 請記住一下 這個s投影在這個地方的 投影在這個地方的 量呢 假設它就是朝下的 有點細細 代表它投影到這邊的量是朝下負的二分之一 投影到這邊是朝上的負的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是呢 我們用這個大小來看的話呢 這個z啊 這個量呢 會是什麼 l 減掉s的投影量 或者是這一邊呢 j呢 或是l 再加上s 它可以是這個樣子 OK 那麼,假設是這樣 這個是什麼 the possible orientation of spin and orbital moment of a single electron elektron OK 對一個單電子所看到 假設它們兩個有couple 一旦couple起來的時候呢 它只有這兩種狀況啊 你要嘛就是 l減掉s 要嘛就是l加上s OK 那麼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不見了 超級柔軟ément 對 它無論如何是否 OK 這邊 今天 え 它们两个组合完了J呢 它们会绕着 它们两个组合的J在这边进洞 而且是一起的进洞 OK 它们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OK OK 好,那么这样一来就代表一件事情 假设他们一旦有coupling之后呢 我要是只是用L跟S分别来表示 用最左边的那个coupling来表现它 是不足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表现的 我们需要一个total 我们会变成什么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但紧接着呢 我却希望把它组合完 变成一个J OK 那么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 要是我们的J平方 我们发觉这个部分呢 跟以前呢 完全一样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表示它 那要是这样子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要是有个orbital state 我写在这边 那么J value可以是什么value呢 那么它的这个state又可以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有个sstate 什么叫sstate L等于0叫sstate l等于0的时候呢 s等于1分之1 所以我们J呢 会是等于1分之1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这边就会有1分之1 或者是1分之1 负的2分之1的state 假设我们是P PL会等于1 那么我们J呢 可以相加或相减 相加就变2分之3 相减就变2分之1 那2分之3呢 就会有怎么样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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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2分之3 负的2分之1 2分之3 负的2分之3 那下面这个呢 它相对的就会有 2分之1 2分之1 跟2分之1 负的2分之1 OK 它就可以有这么多 这种basis 假设是D呢 那么J呢 可以等于2分之5 假设它等于2分之5呢 它的state就会有2分之5 2分之5 它的basis 会有2分之5 2分之3 2分之5 2分之1 2分之5 负的2分之1 2分之5 负的2分之3 以及最后面 2分之5 负的2分之5 另外一个呢 就是等于2分之3 那2分之3就一样 OK 它就会有这么多种 LS coupling的组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表示是呢 就不能够再用以前的了 对不对 现在呢 LS coupling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为 一个J的 OK 好记住哦 我讲到目前为止 都在讲单电子的状态下 假设你有多电子啊 状态就更加复杂 假设我有两颗电子 好像亥吧 亥是不是有两颗电子 每颗电子有自己的spin 每颗电子有自己的orbital 离呢 更麻烦 离有三颗 对不对 三颗有自己的spin 有自己的orbital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状况就有不一样的 这种是 自己的L 跟自己的L 先couple起来 变成J的 这个叫LS coupling 有另外一种是 每一颗电子的L 先自己couple 抱歉抱歉 我讲错 每一颗电子的L 先couple 每一颗电子的S 先couple 之后才couple起来 这叫LS coupling 另外一种不是哦 电子跟电子当中 好像彼此蛮独立的 我电子的L 跟电子的S呢 coupling比较强 我就先couple 变成一个小J 然后我的J 跟你另外一颗电子的J 再couple 那个叫JJcouple OK 所以在不同材料上面 有不同的表现 那我们先把这个 先记起来就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那这一呢 它就要吻合 我们先前所讲的 所有的操作 OK 这些呢 全部都写一次 你发觉 完全跟以前呢 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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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我写在旁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谢谢大家 我们就可以把J 整个表示的 它一个矩阵 整个都把它写出来 同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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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基本的几个东西全部都把它写完 那 可不可以问大家 这一阵的matrix 这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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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OK 请大家回家坐一下 那事实上我们这边讲的LS coupling 虽然说它的强度不强 只有10-14EV左右 但是真正的修正不只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L跟S当中 一旦有couple 我们就要加入LS coupling 我们的quantum number 立刻就从L跟S 直接就变到J去 但是除了这个修正之外 还有几个修正 我用口头来讲就好 其中一个修正叫相对论的修正 因为我们在描述Hamiltonian的时候 Hamiltonian都是动能 减掉胃能 加上胃能 但动能是什么 动能是P平方over2M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速度 但是电子在原子核旁边 假设真的有环绕的话 你告诉我这速度快不快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用古典来描述它 就不对了 你要用相对论的来描述它 这样才比较正确 那假设把相对论的描述 也加进来的话 我们发觉 它的这个修正的量 跟LS coupling差不多 差不多 OK 所以你两个是不能够忽略掉 所以为什么最后面 会跑出个direct equation 而不是schilding equation 那原因就在这个题方 然后再来一个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LS coupling L是谁的L 电子的orbital的L 对不对 S呢是电子的S 我们眼光只有电子的 我们眼光有没有原子核 没有耶 原子核会不会有个moment呢 原子核会不会有个有个词 假设原子核有moment 会不会对外面的电子而造成一些作用呢 会不会 一样有可能啊 假设你这个电子非常靠近它的话 还是会啊 所以那又是另外一个修正项 OK 所以基本的呢 只是让大家了解 有这些东西 好 那么现在有这些东西 现在紧接着 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有讲过 一个fermium或一个boson 它的表示是呢 我们实验发现 fermium永远遵照 什么反对称 boson呢 永远遵照一个什么 对称的 的位方训 但问题是以前讲都没有讲到spin哦 那这样spin一旦一进来 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先不考虑Ls coupling 我是考虑 这两个是独立的 L归L S归S 那你如何去描述 一个fermium的系统 跟一个boson的系统 你微方形要怎么写 OK 它用什么排列组合 假设只是一颗电子 那很容易嘛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已经写完 LS coupling就这样 没有LS coupling 就把它分开了 假设这个只是一颗的话 那假设不只是一颗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微妙 很奇妙的 绝对不是只有一种 对不对 那有这么多电子的时候 你如何去描述它 那我们下一次 再跟大家好好的来讲 以及它所谓 引申出来的一些意义 OK 好 今天呢 很快速的呢 就先讲到这边